就像剛剛川大哥講的 他不是壞 可是他有點笨 為什麼 因為新豐街走山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他山什麼時候要走 這沒有人可以確定的 可是現在這樣傳出來 10天前 9月25號 就有民眾通報走三個線紋都沒處理 沒錯 這邊有一個時間走 但我們現在看幾個重要的事情 新豐街這邊 9月25號就有人通報了 結果沒有人去理 那如果你通報的當下 那你又看到說在10月1號這個時候 這個山陀已經準備要來了 你是不是可以緊急做一些防護措施 加強防護網什麼東西 防護網把它圍起來 或說預警系封路 或者路就封 你車都不要經過 大家繞路去走 這樣比較麻煩 至少不會出事 結果你9月25號就已經通報了這個事情 你看這邊數天前有民眾通報1999 就是會有紀錄的嘛 9月25號那邊就有小攤方 有通報1999 但是應該是沒做什麼處 今天就崩了 可能是因為25號 不知道謝鬼楊他到底是不是人在基隆嘛 所以說他們可能要來到我們攝影棚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在內湖 謝鬼楊趕快注意攤方 那我們在內湖叫 他有沒有隔壁 他比較容易聽得到 結果到10月4號這個時候 很多車子被埋在裡面 對 裡面仔細一看 有很多機車和汽車已經被埋了 你看這邊就是機車嘛 樹直接倒下來 這些機車現在也不敢去牽 你現在去牽 你也不知道會不會突然間的話 再走山一次 再走一次 你直接人都被埋在裡面 對 所以你就算不能防護 至少你要封路 好 再來看第二個 謝國良呢 他在10月3號的時候 昨天晚上 就去看災了 穿著他的輕便雨衣還透明的 沒有戴安全帽 這個是很不專業的穿著 對啦 照理來講 你要有工地的這個帽嘛 對 然後羽衣要全身的 羽衣或是兩截式的 或是連用式的 然後他去看一看 然後就看到這個土石油這邊 緊急瞭解 然後瞭解之後說什麼 我們掉沙包來組長泥牛衝進泥宅 先用沙包擋一下 用沙包擋一下 大家用沙包去處理 結果民眾信以為真 想說好 沙包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結果發生幾個狀況 第一個 找里長找不到 有里長一直聯繫不上 可能不知道要跑去哪裡 第二個 找到里長了 結果里長告訴他說 我不知道沙包在哪 沒有沙包了 是 那你謝國良 叫人家用沙包擋一下 好歹幫人家掉個沙包 對 大家沙包 結果被大家發現沙包跑去哪 拿去人工草皮 沒沙包去人工草皮那邊拿一下 這是這個叫喬河街為德醫院 十月二號三號兩天淹水 結果他們聽了這個謝國良講說要沙包 跟信用政府要沙包 要不到 因為人工草皮把被風吹走 不是 所以很整齊的把沙包排在這邊用了 不是 謝國良是市長欸 他不是路人欸 他不是三姑六婆欸 你家被土石流弄到三姑六婆 結果就說 不然沙包擋一下 講完就算 你市長講完要幫人家掉沙包啊 他心肝寶貝 全工草皮在這邊 這大概是保護草皮優先啊 心肝寶貝 你看又還有很多個沙包欸 短短的一段路 一二三四五六 我看起來有三四十個沙包 這邊白色的水 這就可以擋了啊 可以擋了啊 他很喜歡草啊 你喜歡假的草 也不幫人家真正的民宅去擋 這個是成河系統 然後十月三號的這個時候 因為土石流也衝進民宅 劉士芳內政部長 他當然很關心這些 你要預防性撤離啊 對 對 如果有人沒有撤離到的話 對中央這地方都有很嚴重的責恩 要負人命關天 對 然後就告訴說 基隆沒有回報 疏散的這個撤離人數 沒有回報不代表沒有撤離 對 可能說太忙了之後 那些數據統計比較慢 那你就好聲好氣的去講說 我們正在統計中 馬上就會回報 結果沒有 基隆立委 林佩祥 還說最好閉嘴 叫劉士芳閉嘴欸 劉士芳都沒有講到什麼罷不罷免的事情 是林佩祥要提醒大家 所以謝官你看清楚喔 誰在提醒有罷免這件事情 林佩祥 除了我們幾個人之外 還有林佩祥 林佩祥在救災的時候提醒大家 劉士芳要藉此影響罷良案 只想選舉不想治國 數據看天下 最好閉嘴 直接去嗆中央欸 不是 你這個時候防災不用數據 看天下要看什麼 對 而且民進黨哪一個都 你撤離每一個一都是一條人命欸 你就老實說 還在統計當中 請部長稍後 這樣就好了 結果林佩祥直接嗆 所以我覺得林佩祥最近很想再去發面子 支持林佩祥支持我一下 所以林佩祥這個我覺得不害好意啦 不害好意 然後呢 最後就看到了這邊 基隆因為沒有放颱風假比起誇張 所以網友在PDT就說 沒放假會不會太誇張 覺得是說廣大迴響 可能會激起一些賭籃票 所以這個賭籃票在九天之後 會不會發酵 其實從謝國王臉書當中 目前還在持續新增的這些留言當中 以及各種梗圖 謝謝小愛爸爸市長 煙在水裡面 然後金錢賬商三人客 雨怎麼那麼大 慘了 被罷免了 所以讓他們覺得說 欸怎麼基隆投給藍營的 不是出錢送毀利 就是出錢謝國王 他們是不是真的在事物的判斷上面 出了什麼問題 好 非常謝謝朗東 請朗東回到位置上 其實基隆在地的狀況 他們真的很風雲 我們當然要問基隆在地的議員 所以我們特別連線基隆市議員 許瑞慈 瑞慈你好 因為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情是 今天基隆的災情還是真的很嚴重嗎 基隆的民意看到今天風大雨大 淹水未退要去上班 是不是對於謝國王的不滿 逐漸累積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昨天我們看到在淹水的地區 在二姓中學附近 聽說是你的選區 說那邊原本是最藍的鐵票區 現在也都淹水鬆動了嗎 嗯沒錯 今天信奉記的山峰 確實10天前民眾 就已經撥打市民專線通報落實 那都沒有得到市府的回應沒有錯 那一個市長他其實施政欠缺規劃 沒有願景又愛推卸責任 那執政兩年滿一都倒數 都說前朝害他執政不好 這每一格局就已經夠嚴重了 對 更嚴重的是他災害預防 跟危機處理能力真的是有夠差 導致今天兩萬多名居民要過的新峰街 大型機具竟然調度不夠 要封路三天才能勤完 然後今天新峰街大走山 山崩地裂的市長自己說要上班 可是市長自己人在哪裡 昨天災集那麼嚴重 他沒有留守指揮中心喔 他沒有嗎 直到早上沒有 直到他留到10點多 但是這個山崩地裂是凌晨4點多發生的 到早上7點多都還沒有看到 市長進入指揮中心 而且一大早環保局十幾台垃圾車摔下山 這麼嚴重也沒有看到市長 直到早上9點半 新峰街2萬多名居民堵車都已經堵完了 他才去現場開記者會 等一下 新峰街攤成這樣 謝國陽9點半才到現場 沒錯 然後掉大型機具也掉不到 然後就宣告要 現在還塞在這邊 沒錯 上禮拜天其實29號氣象就已經預告 颱風會造成好大雨 那基隆市到底做了什麼預防措施 就是除了拿沙包去壓他心心念念的甲草皮 那水溝裡面的真雜草咧 怎麼都不在意 就讓民眾可以隨手就拍到水溝長滿草 然後水溝沒清淤泥 可是我們的市府竟然回應說他沒有要回應 有清就有清啊 為什麼市府不回應 有清怎麼會長雜草咧 清水溝的重責當然就在環保局 我們基層人員是真的很辛苦 那身為首長 颱風要來了 他有協調環保局公務處兩局處 去做好防災的工作嗎 看來是沒有 你們也沒看到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整天 他其實就在忙著回應禮拜三 風雨沒有達到標準 甚至沒有被納入警戒區 為什麼基隆要宣布放假 他整天都在回應這件事情 根本就沒有在預防災害發生 然後星期四 就是昨天 基隆市已經從雨都變成水都了 然後他怕人家罵他亂放假 他宣布上班上課 他今天不敢放假 他今天就是怕被人家罵說他亂放假 他在整個基隆市已經真的變成了 水都的情況下宣布上班上課 到底要怎麼上班 搭船嗎 對 整個狀況看在現場 他其實整個都狀況外 他的票倉立德路 也就是二十一週學附近 整條路也全部都是水 他叫藍營的民眾 要怎麼挺下去 根本天路能遠 我要問立德路那一段 那一代也是你的選區對不對 沒錯整個基隆市 其實中正區安樂區信義區 都非常的慘 所以那都是欠我良藍營的大票倉 只有淹水淹的最嚴重 所以其實最近藍營的也都不太敢講話了 因為其實是整個災害的東西 你要怎麼怪別人 他有啊 他又怪別人 他不然說因為雨下太大 是 怪老天 基隆不是沒有下過雨欸 對 基隆是雨都欸 對啊 是 好 非常謝謝瑞池的分析了